大陸網友把怒火全部集中到我這裡了 其實完全沒必要我在台灣啥也不是 更討厭的就是王瑞德 我都討厭他 于北辰在網上公開舉報我說 我王瑞德是台獨玩物分子 我想說大家都是靠嘴生活的 何必為難別人 解放軍攻入台灣 我反而最安全 最多把我嘴打爛 于北辰你是將軍會被槍斃了 我告訴你們 于北辰說 我是台灣主持界裡面 長得最漂亮的 我真的超喜歡這種感覺 他經常上了我的節目 他還經常請我吃飯 你能拿我怎麼樣 解放軍打進來 我就跟于北辰一起投降就好了 我是最漂亮的 我最喜歡這種感覺 來 于北辰將軍 我們兩個絕對不會一起投降的 什麼鬼 這真的太缺德了 這叫做什麼意思 想要恐慘我們不成 然後再恐嚇我們 把我們貼為什麼頑劣分子 又不成 乾脆改你們的 就黑你們了 你知道嗎 這段影片播出之後 好多老朋友打電話給我 迷途之返回來就好 我的天 這個出來對誰的打擊最大 對那個在統派那個電台裡面 高唱祖國統一的人就沒價值了 他們本來就已經趴在地上了 那沒人要看 我們是抬頭挺胸的 他們把我們變造才能要看 你知道嗎 你們害到你們的同路人了 你知道嗎 是地理不好 數學不好 人緣也不好 可以說是人畜無害 禁民禁黨完全就是為了養家糊口 但是有三位我提一下解放台灣以後必須嚴懲 吳子嘉美麗爆的董事長一天胡說八道黑大陸 台灣東森電視台的劉寶傑必須抓起來 還有個更討厭的就是王瑞德 我都討厭他 感覺我說的對 記得按讚支持 說的不好評論區罵我 呂北城在網上公開舉報我說 我王瑞德是台獨玩物分子 我想說 大家都是靠嘴生活的 何必為難別人 我的確不是什麼好人 但是我又壞到哪裡去了 無非就是拿民進黨的通告費啦 現在對社會傷害最小的就是口嗨的人 我和呂北城都是這樣的 解放軍攻入台灣我反而最安全 最多把我嘴打爛因為我胡說八道了 呂北城你是將軍會被槍斃啦 同樣是胡說八道 我倒要看看誰的下場不好 就算你成功登陸了 找到我家了 我把門反鎖上都給你開門 請問你怎麼抓我 單發飛彈攔截率百分之七十 那我發射三發不就是百分之二百七嗎 這有什麼問題呢 小學生都會算的數學題 真搞不懂你們這些大陸網友在笑什麼 居然還有人質疑 我怎麼當上將軍的 我告訴你 我與北城走到今天 一步一個腳印 從小排長做到裝甲旅長 王瑞德 你們這些忙流想踩我台 我絕不答應 大陸很多網友說 要一泡尿燙死我 我問你尿的溫度是三十七度左右 你怎麼燙死我 你們都沒有一點常識嗎 真的有夠莫名其妙的 我告訴你們 余北城說我是台灣主持界裡面長得最漂亮的 將軍不光有學問 還很會誇人 我真的超喜歡這種感覺 他經常上了我的節目 他還經常請我吃飯 私底下我們關係也是很好的 余將軍學識淵博大家不要誤會他 我知道有很多大陸網友罵我一笑跟姬式的 我一點都不在乎我氣死你們 你能拿我怎麼樣 解放軍打進來 我就跟余北城一起投降就好了 現在先賺點錢 什麼鬼東西 我是最漂亮的 我最喜歡這種感覺 來余北城將軍 我們兩個絕對不會一起投降的 什麼鬼 這真的太缺德了 這真的太缺德了 這還拿九世的畫面去批 對 真的很可惡 其實這叫做什麼意思 想要恐慘我們不成 然後再恐嚇我們把我們貼為什麼 頑劣分子 又不成 乾脆改你們的就黑你們了 你知道嗎 這段影片播出之後 很多人認為說余北城是受害了 沒有 好多老朋友打電話給我 迷途之返回來就好 我的天 所以他們信 他們信了 這麼假 他們信了 他們認為是真的 所以真的有笑 天啊 我跟你講 真的 我接到好多好多私訊 LINE 對啊 甚至還有打電話給我 迷途之返回來就好 大家都十一家人 我這什麼鬼啊 你知道嗎 什麼東西 我心裡想 這傢伙已經黑我黑了好久 怎麼會打電話給我 給我迷途之返 他說那份影片講得好 講到心凱里 我一看我就笑了 你知道嗎 立刻那個假訊息 證實的東西就證實的是假的 90%以上都是偽造的 你知道嗎 不過他做的聲音很像 對 他就是平的 可是他是一種假的 平的 那已經比Google小姐 近身了一些 可是還是平的 他沒有辦法有這種 所謂的這種高低起伏 沒有 然後最經典的一段 他把我跟瑞德哥 兩個人一個放上框 一個放下框 然後兩個人對罵 兩個人在吵架 對 對罵 你知道那一篇 這個抖音 放這篇假訊息的人賺爆了 百萬點閱啊 真的啊 百萬點閱啊 天啊 賺爆了 因為有市場 所以他們就繼續黑 所以今天時期也被黑了 我也被黑 我覺得未來 很多台灣的名嘴都會被黑 可是這樣下去不行啊 因為台灣內部 的確會有人信 對 沒有 久了就要是假的了 可是我告訴你 這個出來對誰的打擊最大 對那個在統派那個電台裡面 高唱祖國統一的人就沒價值了 他們是真的喔 真的嗎 他們是真的在唱祖國統一 我跟你講台灣怎麼樣怎麼樣 講了什麼要看 寧可看我們的 對 你知道為什麼 他們本來就已經趴在地上了 那沒人要看 我們是抬頭挺胸的 他們幫我們變造才能要看 你知道嗎 所以變成那一些人沒飯吃了 你們害到你們的同路人了 你知道嗎 啊哈 笑死 這都是假的 然後還說 我跟余將軍 事情現在很好 我們都會一起去吃飯 沒有 余將軍你沒有請我吃飯 我們兩個沒有吃過飯 可惡 我要求你請我吃飯 沒問題 但是 他說我們兩個會一起去投降 他還說 他說他認為我跟瑞德哥兩個人 一定是針鋒相對 會不會那個事吵起來 你知道我碰到瑞德哥第一次 他說好不好笑 我都笑死我了 對 可是好笑歸好笑 假訊息不能亂傳 沒錯 對 我告訴大家 因為這一些所謂的統派的 支持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的人 看到我們三個人講這番話 心悔悔 對 爽啊 你知道爽嗎 他終於聞到可怕了 終於會恐懼 恐懼你看頭啦 沒有人在怕啦 他們看到這種片 會真的以為是真的 真的 可是很假 真的 心中有信仰 見到石頭都是神 你知道嗎 心中有魔鬼 我告訴你 見到衛生紙都是鬼 他們就是這樣 有道理 真的 他們認為真是真的 所以不管是慈奇 瑞德還有我 都被他們做得開心得不得了 而且片點閱率 可是我告訴大家 你在網上公開這樣傳 你是違反散播假訊息 王樂德反制 對 那是散播假訊息 雖然你們看得爽歸爽 這是犯法的 因為你不能去傳播假訊息 因為這個是跟整體 國家安全的心防 是有影響的 不要去傳 然後我再次強調 那不是我 我沒有講要投降 我告訴你 人生刺骨誰無死 要死也死解放軍 不是死我 是不是 好 感謝宇北辰將軍 再次強調 不要給我亂轉傳 那些影片都是假的 只有一句話是真的 就是本人是最美的 其他都是假的 OK 不要再亂轉傳了 然後很多人會因此而上當受騙 而且你看王樂德 他找到誰在轉傳這個假影片 前國民黨台北市黨部的主委 叫做鍾澤良 這個鍾澤良是誰 鍾沛君他爸 爸爸 所以 王樂德在臉書上面說 我謝你喔 鍾澤良 你跟我三天內道歉 你不道歉下架的話 我跟你講 告死你 很不錯 瑞德哥 有沒有 如果有人在轉傳的話 我們大家一樣 來一個告一個 來兩個告一雙 感謝你們的斗內支持 我們打算要出國玩 OK 好 那做這些抖音假影片呢 我先請教一下楚音 他們真的覺得這樣子是有效的嗎 我覺得他們現在某種程度先是先自嗨 你要知道就是說 看上時期這種嬌花 文山智林美嬌娘 想要獲得但無法獲得的時候 用什麼方法 就用RQ戰法 但是這個對不對 就是用RQ戰法嘛 就是你看我們征服了 我們征服了文山智林 我們征服了北城將軍 對 他們投降了 而且他們到最後就是一定會回到祖國的懷抱 這種RQ的精神 那雖然說這個手法很粗糙 其實認識你們的人 比如像我們平常很常見面 我們很常同胎 我們就會知道說這個畫面怪怪的 而且這個整個感覺都不對 其實我第一時間是先看到 王瑞德 王大哥的這個影片 我當時是想說 奇怪這是有出現一個 就是跟瑞德哥長得很像的人 然後在故意模仿他嗎 然後越看就越覺得說 這個聲音學得像 然後但是語調嘴巴對不上 對 那就覺得怪怪的 那我會認為啦 當然我們可以用很好笑的心態去看這件事 但是不認得的人確實會信以為真 沒錯 所以我也認為像前兩天我們在立法院 國安局會針對就是說 所謂的灰色作戰的部分 就是中國對台灣的灰色作戰的部分 要把很多方面放進來 我現在認為 國安局也要清查這些 這些所謂假的聲紋的偽造的影片 因為突然間來這一波 接下來會有更多 沒錯 那先從名嘴開始 然後先試金石 然後可能接下來就會是政治人物 大家不要忘了在美國大選的時候 也曾經出現過 北辰將軍 可以說彼此之間沒有這個問題可以澄清 但是他會不會是一系列的中國 中國透過抖音 然後因為你知道抖音的影片還可以下載 下載之後他可能會在line裡面假傳 大家不要忘了在疫情期間 台灣也深受這種假訊息的危害 所以我也要提醒大家 今天看到之鬥之後 知道這是假影片 不要再傳了 不是只有瑞德哥會針對 他的影像肖像跟假訊息來起起訴訟 我認為國安跟相關的單位 也要開始來追查 而這種假訊息我再講一次 不要傳是違法的 沒錯 而且這些假影片的確 後來會透過line裡面來流傳 王瑞德告的這個仲澤良 他就是在line裡面去那邊 到處散佈這個東西 然後我是覺得以後我們 是不是不管穿什麼衣服 上面都要憋一個維尼 或者然後這邊要憋一個 好主意 8964 我看你怎麼倒圖 我看你怎麼倒圖 他把你那個糊掉啊 劈掉 他把他弄成馬賽克這樣 馬賽克 對 很可惡 可惡死了 這也死我了